112年花莲县县长被中小学联运进全中运选拔田径锦标赛 17号在花莲县立田径场揭开序幕了 而县长徐中卫、县议员李正文、林振福都到场来勉励选手 徐县长表示花莲是体育大县 国内许多运动好手都来自花莲 也祝福每位选手发挥平日精实锻炼的实力 并祝福大家拥夺佳机 112年花莲县县县县长被中小学联运进全中运选拔田径锦标赛 17号在花莲县立田径场揭开序幕 许多学中卫、县议员李正文、林振福接到场为选手们脚位打气 现在表示花莲是体育大县国内许多运动好手接来到花莲 祝福每位选手发挥平日精实锻炼的实力 展现近期在我的精神 并祝大家勇夺佳机 我想在花莲田径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我们学习的标杆 也是我们的国手 无论是杨俊翰或者是谢喜恩 更有我们去年也拿下冠军的魏太生 还有我们的张伯雅 这一直以来都是我们努力向上提升我们的学习标杆 而运动选手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 无论刮风下雨或者烈日抢风通通都要不断的精进自我 不断的克服自我的毅力耐力挑战 所以我想在这里心理素质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个抗压性还有临时在赛场上那个整个情绪的安定性 所以我要在这里再次感谢我们的选手对于运动体育的坚持 是我们花莲的选手 这代表我们的各校的教练在这个调教我们的选手 真的是非常辛苦不予一力 那我在这里要预祝我们的各位选手 各个都能拿到好成绩 也在这里要感谢我们几年来辛苦的教练 今天的一个活动 希望我们的在场的选手们 拿出你们的真本事 为我们花莲来争取最大的一个荣誉 也祝福大家 也祝福各位身体健康平安喜乐 谢谢 今天学在表示花莲铁田田田项目除了成绩有目共睹之外 更像是一个大家庭 选手愿意吃苦而且乖巧的游礼 裁判努力提升执法专业知识 而教练们更是团结异心 专业分工并且共享资源 也因此能够在141年度 全国田径锦标赛以稳定精勋 协助选手们顺利取得亮业的表现 记得就欢迎华社伯导